大家好,今天我想分享的这个案子呢,也是最近发生在台湾的一个骗保不成,反遭劫之的案例。 本案的两名主要嫌犯,一个是24岁的廖姓男子,还有一个是24岁的张姓男子。 这两人呢,之所以同岁,是因为他们曾经是高中同学。 骗保期间,张姓男子呢,把脚放进了装有干冰的水桶之中,期间张姓男子自然是疼痛难忍, 而他的高中同学廖姓男子不仅没有救治张姓男子,反而呢,把他的腰部和腿部绑在了椅子上, 这样呢,长达19小时之后,张姓男子膝盖下,全部冻伤而遭到截肢。 而且呢,这个还不是全部。 据警方事后调查,这起干冰截肢案,背后呢,居然还另有隐情,不只是诈宝而已。 惨遭截肢的张姓男子呢,还疑似遭到老同学的社局诈骗,被他呢,既骗了钱,还骗走了双腿。 那么首先,干冰的致命之处待在哪里呢? 冰是水的固体状态,而干冰是二氧化碳的固体状态,在极大的压强下,二氧化碳便会液化。 然后把液化的二氧化碳放置在低压状态下,液态二氧化碳迅速凝固,从而得到固体的二氧化碳,这就是干冰。 有些调酒师会在酒里加入适量的干冰,这样不仅可以保证酒的口感,还能让酒变得更加魔幻。 在星级宾馆的海鲜佳肴中,也会放入干冰,一方面冷却保鲜,另一方面会提高菜品的观赏度。 除此之外,还会用干冰制造白雾,会让舞台节目变得更加魔幻。 然而,干冰是可以杀人的。 干冰的沸点为零下78.5摄氏度,也就是说,干冰如果暴露在正常的气温中,就会疯狂地吸热进行升华,导致干冰周围的温度能达到恐怖的零下70摄氏度。 可以想象,如果我们在炎热的夏日,来上一口干冰,会发生什么事情吗? 想要吃上一口干冰,我们首先得拿起干冰,可光是这一步,就非常的危险。 因为干冰周围的温度非常低,如果不带任何护具,手靠近干冰时,先会感觉到无比凉爽,然后会感受到若隐若现的刺痛。 这种刺痛会随着靠近干冰越来越强烈。 当手碰到干冰后,接触的部位会在低温下发红和疼痛无比。 如果长时间用手拿着干冰,那手上的细胞就会被冻得坏死,严重的可能整个手都不能要了。 这起截至案主角就是这样的经历。 那假设,排除万难,我们把一块干冰放入嘴中,又会怎样呢? 我想不用说,大家都能猜到,那只能比截至案中的主角更惨。 但有多惨呢?且听我慢慢描述,当干冰进入人都口中,就会开始吸收人口腔中的热量。 此时,你不仅会感觉凉爽,甚至可以做到团云吐雾。 但是,过去几秒后,你就会稍微感觉到有些刺痛。 这是干冰造成的低温已经刺痛了你的口腔。 而且,随着时间发展会越来越痛,但是你此时又不想将干冰吐出去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将剩下的干冰吞入了胃里。 在吞下的时候,你会感受到一股寒流顺着自己的食道进入胃中,而干冰在胃里便会重复在口腔里的过程。 随着时间发展会越来越痛,干冰会在你的胃里大肆地吸热。 你会感受到自己胃凉凉的,随后便会感受到自己的胃有些胀气。 这是因为干冰在你的胃里升华,变为二氧化碳气体。 一升体积的干冰就能瞬间升华成五百升二氧化碳,而你的胃只有一点五升容量。 并且,零下七十摄氏度的低温下,你的胃会疼痛和变硬。 随着二氧化碳越来越多,你的胃最终会发出碰的一声爆炸。 此时你还有意识,你能感受干其他内脏被你自己的胃液腐蚀的痛苦。 生不如死即是感。 自行体会吧。 其实,干冰最危险的还要算窒息危险。 2002年,一位51岁的医学研究科学家有轻度感冒引起的支气管哮喘病逝。 一天,他进入了一个通风不良的冷藏室里。 重要的是,这个房间在他进入的三小时前,刚刚搬进来15块一升的干冰。 几个小时后,他就被发现躺在冷藏室的地板上,没有了呼吸。 尸检报告的结论是,死因是过度吸入二氧化碳。 2004年,在飓风一万来临后的停电期间,一名男子就是用干冰来冷藏食物的。 他买了约45千克干冰,把它们分成四份装在棕色袋子里并放在他的车里。 由于车内空间密闭,很快他就开始呼吸急促,失去了知觉。 直到他妻子找到他,打开车门后,他才苏醒过来。 可以想象,他是因为干冰储存方式不当且通风不当,导致封闭环境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引发窒息。 2020年2月,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次聚会上,人们抱怨房间很热,于是把几十千克的干冰倾倒在游泳池里来降温。 但不久,泳池里的人便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,先是窒息,接着就失去了知觉。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三人死亡。 2022年5月30日,一名研究生到供应商那里,从一个装有干冰的容器里取干冰。 但这个容器较深,该研究生整个身子都得伸到容器内,才能够到底部的干冰袋。 再重复了几次这样的过程,将约82千克的干冰放到推车上后,这位研究生便头晕,呼吸急促,并失去知觉。 好在,最终这名学生醒了过来。 大家听了这么多关于干冰的知识和致死案例,我们再回头来看本案。 张姓男子居然被廖姓男子叫唆着,泡了19个小时的干冰,可以说呢,真是愚蠢至极。 结合刚才饿不完干冰的可怕之处,不知呢,大家做何感想。 要想具体了解这起干冰截至骗宝案,我们先把时间回溯到一年多以前。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,张姓男子和廖姓男子是台湾的某高中同学,高中毕业之后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,期间并没有再联系过。 然而就在突然的去年某一天,这个廖姓男子联系上了张姓男子。 所以说呢,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给观众们提个醒,就是多年不见的人突然联系你,这个呢,要稍微的注意一下。 那么下面呢,就是这二人如何骗宝的一个案件详情。 当年24岁的小张,在高中同学小廖的安排下,于2023年1月陆续向五家保险公司投保受险,旅游平安险与意外险等保险。 之后便于同年2023年1月7日,小廖先以冰桶调制石膏,然后将小张左手放入冰桶。 因石膏碰到水会产生大量热能,小张左手严重灼伤,紧急就医后,医师认定不需节肢。 这愚蠢的两人,其实已经算逃过一劫。 尤其是小张,当时的左手已经惨不忍睹。 1月26日,小廖再次唆使小张犯案。 他们先到新北市三重区购买干冰,再回到台北市中山区住家,小张再次被哄骗,双脚放进充满干冰的水桶。 通过我们之前对干冰的介绍,过程可想而知,相当残忍。 因疼痛难忍,小张一度将双脚抬起来。 但是残忍冷血的高中同学小廖竟然还拿束带将小张捆绑在椅子上。 由于被捆绑,小张在凌晨20到中午12时,只能忍受干冰对他的摧残和疼痛。 令人发指的,廖姓楠居然还在一旁录影即拍照。 过了两天后,小张才被送到台北医院急诊,历经超过一周治疗后,小张因双侧小腿以下四度冻伤,腔势症后群,骨缺血性坏死,败血症,横温肌溶解症等症状,双腿膝盖以下均被截肢。 张接受医院治疗后,陆续以骑车夜游被冻伤胃游,一口气向五家保险公司,分别申请八张健保,受险,旅行平安险等理赔金,总计4126万元。 看完本案的经过,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保险公司如何应对这二人的理赔申请。 要说这个保险公司呢,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被骗到,因为保险公司发现这个张姓男子在截肢之前曾经密集的投保失能险,购买时间和理赔时间相距还不到半年,有的呢甚至只隔了几周时间,这个有些心急了,骗保的意图呢有点过于明显。 而且呢,这个保险公司还认为台湾是属于下热带地区,你说你骑个车去夜游就能被冻伤双腿,甚至呢遭到截肢,这个于情于理也实在说不通,就很诡异。 这个不光是保险公司,我想呢,换做在座的任何一人呢,也无法轻信这个说法,这个理由实在是太糟糕。 再加上张姓男子提交的诊断证明的一些医疗记录和照片,更显示出与平时意外动伤有很大的出入。 因此保险公司在2023年的7月份便向警方报案。 这个呢,要是我也会报警,这个手段呢实在是太愚蠢。 当然呢,也是符合能把自己双腿牺牲掉的这个人设,他的智商确实能够干出跑肝病19小时的愚蠢行为。 OK,废话不多说,那么下面呢,我们了解一下警方是如何获获这起炸宝截至案的。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,在检视料性男子手机时,却发现这起炸宝案还有更惊讽的内幕。 料性男子手机里存有多段影片,包括小张将双脚放进冰桶前,特别对着镜头说出我张某某自己把脚放进干冰的行为,与料某某没有关系的一段保证。 而另一段视频更可悲与冷血,在这段视频里,小张比着膝盖以下的部位表示我这里以下完全没有感觉,还被料性男子反问,真的没感觉吗? 接着料性男子竟然用美工刀割张男的双脚。 影片可见的,小张双脚已有皮肤组织被料性男子割掉。 一边割料性男子还一边说,你的脚看起来好像很硬,小张则回复,对啊,好像跟石头一样,对话内容相当诡异。 不由得感叹,小张的愚蠢和料性男子的麻木不仁。 其实小张这么做,背后还是有原因的。 经过警方问讯,小张坦诚是因投资虚拟货币失利,才会欠下庞大债务。 不过在警方调查后,发现小张竟然是被料性男下套骗钱。 因料男曾将投资虚拟货币的账户交给小张保管。 但料性男子事后责怪小张没有及时操作,害他损失了1250万元。 据警方调查,料性男交付小张保管虚拟货币背后的金主,是一个黑道大哥。 而这位大哥,因为投资失利,才会,想看小张受虐息怒。 料性男还趁他手机里的虐待影片,都是为了给大哥交代。 但此话,也被警方质疑,若黑道大哥真的存在,为何只惩罚小张? 而料性男,则无需受罚。 料男顶不住压力,才认了他一己之力,策划了利用小张的无知愚蠢骗保。 而且,料性男为了让小张相信,真的惹到黑道大哥。 甚至找人假扮黑道打电话恐吓。 骚扰小张,并表示,是为了脱罪,才想拍影片自保。 怎料却成为犯罪证据。 小张得知被料男下套的真相后,既有后悔,也有无奈愤怒,但已无法挽回他被劫之的实实。 他最终透露实情,称当初不应听信料性男的说法,只应对方称,可先替自己投保,再以双脚冻伤为由申请理赔,一方面给黑道交代,一方面可以请领保险金。 庄男起初说,只需要三级冻伤,没有想到会截肢。 小张天真的以为,这样就能偿还2500万元的债务。 他便答应,以干冰泡脚。 还被料男,以束带固定大腿,腰部,以免他因难以忍受酷寒,把脚抬起。 张男虽在泡脚30分钟后,双脚就疼痛难忍,但料性男子仍觉得不够,无视小张的哀嚎,直到19小时后才把小张送医。 但小张的双腿,这是一组织坏死,必须截之活命。 案件呢,到这里,终于水落石出。 我们不由得唏嘘不已。 既有对小张年纪轻轻,便失去双腿的摆提。 也有呢,对他贪婪自食恶果的情形。 同时呢,也对他的无知感到非常的诧异。 他怎么就这么能乖乖的信任一个多年不联系的高中同学料性男子呢? 当然,说到这个料性男子呢,更是恶毒主义。 他的恶毒呢,让人震惊。 从头到尾,可以说全是这个料性男子。 导演的这场骗宝悲剧。 而且最后的结局呢,偷鸡鼓掌18名。 他也将被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那么至于说这个被劫之的小张呢, 他因为他的愚蠢付出了双腿的代价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。 智商不够,就不要再做坏事。 最终使自己深受其害。 OK,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